福瑶正在热播,宗月云狠两兄弟又去和杨阳搭戏了。 福瑶正在热播,宗月云狠两兄弟又去和杨阳搭戏了。 由杨敏,阮晶天主演的古装玄幻剧《扶摇》正在热播,由赖一世演的宗月是享誉五州大陆的医生,同时也是第一杀手。 宣元文艺太子之子,家族被摄政王宣元胜迫害,忍辱负重十年报仇,后来宣元皇帝。 为报仇深缠顾及,又在暗境替孟扶摇挡下杀手。 宣元成业五年,崩于九华殿,十年三十二岁。 而宣元云狠的梁泽木,新戏女主角扶摇,追随其出入生死之境,为其一生挚友,后登基为帝,国昊燕,当时无胜之一。 两位的古装高颜值圈粉无数,扶摇正在热播,宗月云狠两兄弟又有新戏了,这次搭档杨阳。 在杨阳,江舒颖主演的全职高手中,赖以饰演星星战队的包容星,荣耀玩家,游戏账号名为包子入侵,职业为流氓。 新作孔,想法连夜修都无法预料。 原新只有首次可取,后经夜修指导,技术进步突飞猛进,后欣然接受夜修邀请加入星星战队。 而梁泽木饰演家式战队的孙祥,荣耀职业选手,原战队跃云,后转绘制加式,限述轮回战队。 原角色狂剑士横刀,现拥有神级账号一夜之秋,角色本身被誉为斗神。 扶摇之后,赖翼,梁泽木下, 新剧来袭搭档杨阳,你期待吗? 扶摇里的炮灰女配,曾演过孙丽闺蜜,如今换脸让人认不出。 正在追电视剧扶摇的观众对里面的大师姐裴怨,第一小,饰演,基本都深恶痛绝,从开始,她就各种为难和陷害扶摇,扬米。饰演。 可她却对大师兄燕京城,黄又鸣,饰演,一心一意,忠心耿耿地爱她,并且为得到她的爱想方设法做了很多坏事。 在前两天的剧情中,她把扶摇和燕京城绑起来,给了他们一包毒药,让他们选择两人中必须要死一个。 当她看到燕京城为了扶摇扶下毒药后,满脸的悲痛,这场戏也让观众看到了李一小的演技。 最终,她却被自己身边的婢女阿列所害,可当阿列准备刺死大师兄时,她仍是强称刺死了阿列,也结束了自己在扶摇里的戏份。 她曾和孙力洋洋搭戏。 虽然电视剧中不讨喜,《见识》里的李一小却是个很开朗的女生,并且她不是不知名的女演员。 她曾出演过多部经典作品,搭档过孙力,也做过杨洋主演的电视剧中的女主角,饰演的打击有人说甚至美国范冰冰。 先来一张熟悉的剧照,这张照片是不是引起很多人的回忆,站在孙力旁边的正式李一小。 在新盛海滩,黄晓宁,孙力主演,中,李一小饰演了冯澄澄的闺蜜,古灵精怪的汪月琪,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。 其实这部剧不是李一小和孙力合作的第一部戏,还有经典剧《甜蜜蜜》,孙力,邓超饰演,李一,也能看到她的身影。 李一小出道后演了很多剧的配角,也正是因为这些小角色磨练了她的演技,直到前几年的《风神英雄》中,她担任女主角,饰演了经典美人苏达吉,这个角色让李一小一时间名声大噪。 有人把她演的苏达吉跟放冰冰演过的达吉相比,发现好像也没有差很多。 还有新洛神,杨阳,第一小,张宁主演,李一,她是人人都爱的珍妮姐姐,跟杨阳有一段很甜的对手戏。 她变蜜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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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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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�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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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��蜜�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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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似乎闪嘴角的质物也不见了。 而李依小脸变化的一个转折点, 据网友爆料, 跟他和叶璇之前发生的事情也有关系。 2014年9月, 尹小天举办生日聚会时, 李依小和叶璇都有参加, 并且叶璇还带了两条狗, 这两条狗见到李依小就将它扑倒, 导致李依小被送往医院后脑缝合了20多针。 这事也是当年的一个热点, 因为之后性格直爽的叶璇直接开撕了李依小, 说是他先醉酒飞要拉着自己的狗拍照, 并且这事上了法庭后, 还是叶璇方胜诉了。 今年的李依小已经35岁, 虽然变过脸, 眉毛依旧, 一点也看不出老气。 从他微博来看, 他心态也很年轻, 经常会晒自己的日常照, 这才是对生活最好的仪式感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